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了一个大帐篷在护摩宝殿的内外还是挤得水泄不通 特别的是当天的天气本来是阴雨绵绵 可是在连生活佛法王出现的时候 天空放晴实为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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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次的十轮金刚护摩大法会 全世界各地前来护持的上师也超过了60人以上 而且这一次有许多的主棋者 特别把握这殊胜的十轮金刚护摩 加持所求的愿望能够圆满达成 整场呼吸的愿望能够圆满达成 整场护摩的仪轨供品非常周全 所以一切的尽形吉祥超胜 在大家专一的持咒观想气球 配合连生活佛的主坛加持 一切法流充满光明吉祥 现在我们就来看连生活佛当天宝贵的开示 我自己心中体验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八月三十号三十一号 所有的同门弟子 所有的贵宾 他们都能够得到法会殊胜的加持力 期望 期望也是希望 每一个人的所求的 通通都能够如愿 所有一切的困难 每一个人都有困难 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烦恼 经过这两天的法会以后 我们希望阿弥陀佛 喜金刚 十人金刚 瑶慈金母 还有所有的诸圣众 能够帮大家 全部把困难 跟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事情 全部化解掉 藉着这一次的法会呢 能够让大家 一切吉祥如意 扎持得勒 我昨天谈喜金刚 讲义的前言 还没有谈到第一章 还没有讲到第一章 那么今天呢 还是跟大家谈前言 还没有讲到第一章 这个喜金刚讲义的前言 最主要的 是讲他的延起 就是说芝加哥的圣弟子 支撑雷杖士 他祈求师尊讲喜金刚 有了这个因言 所以才有喜金刚的这个传法 再来就是讲传承 那么其中的这个传承 我们的传承 非常了不起 像石轮金刚 最早的根源 最早的根源 就是班禅 那石轮金刚最早的根源 就是班禅 班禅 它这个 是九四班禅 他是要回到西藏的艺术 有一个地方叫做艺术 的地方 青海艺术的地方 在那里传石轮金刚法 那个时候呢 他就传给 沙迦正空上师 那么沙迦正空上师 就传给我 十轮金刚 我们有两个传承 一个就是蒙古的大佛佛 甘珠 甘珠佛佛 甘珠佛佛呢 他的在传地址 这个 图灯大吉 那么他传给师尊 所以石轮金刚 有两个传承 那么 甘珠佛佛 也就是蒙古的大佛佛 蒙古有两个大佛佛 最大的佛佛 叫做 哲布尊丹巴 还有两个佛佛 就是我们以前满清时代 跟民国时代 所供养的蒙古两个大佛佛 一个就是张家佛佛 一个就是甘珠佛佛 那么我们就是甘珠佛佛的传承 石轮金刚 那么 喜金刚呢 喜金刚是 撒迦正空上师 他本身啊 在撒迦教里面 我今天戴的是撒迦的帽子 撒迦派的帽子 他是撒迦教里面 能够传授喜金刚的人 就是他 真正拥有喜金刚传承的人 是撒迦正空上师 这个关系啊 很难讲清楚 不过我稍微讲一下好了 稍微提一提 这个撒迦教 现在有一个教主 就是齐庆 齐庆 齐庆是在印度 印度 那么第二个教主 就是达钦 达钦就在西雅图 达钦的太太 达钦的夫人 达钦 第二个教主 达钦 达钦 的哥哥 就是撒迦正空上师 那么撒迦教只有三个人有洗金刚的传承 差不多了啦 喜金刚的传承 撒迦正空上师就是喜金刚的传承 所以师尊才有喜金刚的传承 那么大威德金刚呢 大威德金刚的传承是怎么来的 大威德金刚是图灯喇嘛 图灯喇嘛就是图灯佛佛 传给图灯达尔吉 图灯达尔吉把华本给我 我就有大威德金刚的传承 这个都是要讲传承的 现在我大威德金刚的华本呢 我本来只有一本 那放在这个我的 这个秘宴的这个柜子里面 有一天我拿起来 copy 拿起来拿出来 我说我要copy 这个交给连宁上司copy 连宁在 是不是你copy 对 那copy几本 copy两本 他只copy两本 一本是给我 对 一本呢 现在在密研 现在在密研 不是你哪去看 不是看 在密研 连宁的 不好意思讲 他差不多已经全部看完了吧 他说他没看 他实在很老实 我们不得不赞仰他一下 按照轮回之说 我们的灵魂在前世就造了不少怨业 所以在今世有何恶果 其实原来是自作自受 要怎么样洗涤累世的罪业 要怎么样改变命运 让我们找出源头 诚心忏悔 台湾雷藏寺一年一度的 梁皇宝灿大法会 将在10月22号上午9点开灿 欢迎您把握机会 踊跃参加或报名 让我们一起忏悔 身口意的恶业 祈求佛光铸造 同时超拔祖先 明扬良力 台湾雷藏寺梁皇宝灿大法会 2008年席卷菲律宾的风神台风 为什么没有直扑到台湾 您还记得凤凰台风中 河水湍急里有三只黑色的小狗 到底是谁救了它们 免于溺斃 连生活佛卢盛宴 究竟得到了什么 可以预知未来 这些答案都在这一本 卢盛宴文集第204册 通天之书 一般拿到滑板 都要仔细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秘密 滑板里面有很多的秘密 也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晓得喜金刚 喜金刚的明辉 有八大明辉 它最主要的明辉 是中央的 那个叫吴我母 吴我母 所以喜金刚是跟吴我母 那么大家会问 大威德金刚 大威德金刚是跟妙音天理 跟妙音天理 那么十轮金刚呢 十轮金刚就是大吉祥天 这个要 大家稍微要记住了 因为你送这个喜金刚咒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送他的这个 另一半的 另一半的咒 这样子才能够完全 我们送咒的时候 你念喜金刚啊 念十轮金刚啊 念大威德金刚啊 那么在身边的伯母 你也要念一念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 这个在佛的境界 跟人的境界 是不太一样 是不太同 这个陈传芳的故事啊 本来我昨天全部都讲完了啦 这讲完了哪有什么陈传芳的故事 结果他突然之间啊 我今天跟他讲 我碰到陈传芳师姐 我就跟他讲 你的故事全部讲完了 没有 我今天没有什么好讲 他就写了几个纸条给我 写了三个纸条给我 这个不好意思讲 是这样子啦 他这个 有一个人啊 他本来什么都不信的 我什么都不信 有一天呢 他终于信了 他终于信了 就人家问他啦 那妈你从前都不信宗教 为什么你现在信呢 他就讲啊 是我太太啊 改变了我的信仰 我现在信了 那你信什么 信啊 人间啊 终于有 人间也是有地义的 他太太改变他的信仰啊 对不对 他太太改变他的信仰 他终于信了 哎呀 人间终于有地义 你看那个哥伦布啊 发现新大陆 为什么哥伦布会发现新大陆啊 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太太 你看他一个人啊 能够走那么远 哇 走那么远啊 好几个月不回家 如果有太太的话 哪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的啦 人间跟天上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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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太啊 他老婆婚她 你自己做什么 你走那么远 几个月不回来 他太太就不让他去 跟什么人去 问题啊 跟什么人去 所谓很多问题 像你们大家看到师尊 师尊心中很信有天堂 有地义 师尊是很信的 为什么呢 你看到师尊就看到师母 师母 我从来就是大男人主义 我才不相信有人能够砍错我 我才不相信 只是我都很遵守时间回家 这个有一次啊 我的汽车没有油了 我就顺便去加个油 这个加个油 然后再开车回去 师母已经在家里 他就问我 刚刚这个 你在外面多了十分钟 去到哪里 十分钟也要问 我只有拿这个 这个身上的这个加油的这个收集 这个两个人脸色才好看一点 阿弥陀佛 上哉上哉 没那么严重啊 我是讲得过火了一点 现在太太啊 跟先生啊 相处 大部分来讲 以前这个讲话大声的 还没有结婚以前讲话大声的 多是女的讲话大声 结婚以后了 讲话大声的 就是先生大声 就不太一样 不太 分前分后是不同的 这个有一天 一个先生突然间 讲话都很小声 他本来很大声讲话 现在讲话都很小声 有人就问他 你太太最近讲话 你先生最近 怎么不咬牙 切齿的 这个大声的给你喝刺 他太太回答 只有一个方法 把他的假牙藏起来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啊 我们也要讲佛法 这个 我们有两个 这个 研究宗教的 这个 Pervetio 一个是谭教授 谭教授坐他 一个是吴教授 吴教授坐哪里 就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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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吴教授 谭教授跟我吃饭的时候 谭教授就是 他不讲话 没有什么问题 那吴教授 他就提出几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 这个也是佛法 要跟大家讲 他们两位教授呢 都参访了 台湾所有的大小分堂 从北部一直到南部屏东 东部有没有去 东部也去了 哇 整个前岛 我们中国中的分堂 他都走过 他就问我 他说 在他参访的 所有的分堂当中 有五个分堂 都讲说 他是第一个 被封为分堂的 他是第一个被封为分堂的 五个分堂都是第一分堂 没有一个讲 我是第二分堂 我说这个是心理学 我回答你 这个是心理学 每个人都说自己第一 那么你们通通都第一了 那世尊就第二了 就是有这样不好的师尊 带领我们生活中都是最好第一名的弟子 这是心理学啊 其实每个人讲第一都没有错的 释迦摩尼佛的十大弟子 每一个都是第一 一个是多文第一 有一个是神通第一 有一个是智慧第一 有一个是智慧第一 有有杜众第一的 他的弟子都是第一 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所有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所有的堂主 所有的同盟 每一个人都是第一 当你成佛的时候啊 每一个人都是第一 交代 再 lene